对未知的事物,我们总是充满着好奇,比如说,黑洞我们一直都想了解,黑洞,到底在整个宇宙体系中,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,目前,科学家还不是研究得很清楚一些体积比较小的黑洞,因为它的特殊性质,导致科学家根本不知道是否有它们存在, 因此如果想要发现黑洞的话,必须去寻找那些体积比较大的,科学家目前就想到了位于银河系中央的人马做黑洞,这是目前已知的距离,我们最近的一个超大体积黑洞,并且也被大家认为是研究黑洞物理性质的良好目标, 这个黑洞其实距离我们也十分遥远,有2.6万光年之远,这个距离,我们还没有办法用普通的望远镜,对它进行观测,于是科学家想到了一个很奇妙的办法,来将所有的射电望远镜,都联合到一起对这个黑洞进行观测, 这就相当于把所有的望远镜,都集中在一块,形成了一个极其巨大的望远镜,这样就可以让我们能够观测到这个距离我们很遥远的黑洞, 从实际效果来看还是相当不错的,通过这个非常奇妙的方法,我们终于拍摄到了人马做黑洞的第一张照片,这也是科学家第一次见到黑洞的真实面貌, 除了看到了黑洞的真实情况,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,那就是银河系中央的光亮须,和无线电波的源头,比我们之前要预测的要小的很多, 说明黑洞在喷流时产生的无线电波源,很有可能是直接面对我们所处的地球,其实在整个宇宙当中,只要有一个巨大的新星, 那么它的中央必定会存在一个质量比较大的黑洞,它的引力可以使附近几十万光年的所有行星都聚集在它的身边, 我们银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别忘了按赞我。